Tek 你說 司馬中原 你最最深刻的是 找鬼的司機系列 剛剛那個 司復大哥在說的時候 我整個起雞皮疙瘩 因為其實我們是不同時間 跟Yuki Rae 現在叫起雞皮疙瘩 以前叫寒毛之術 剛剛仲哥在講說 他講的那個故事 就是我當時開始認識 司馬中原爺爺的那個故事 所以他當時 他當時最有名就是那個 司機著鬼的系列 他有很多個系列 但是他當然就是 如同那個志文哥說的 這個司馬中原爺爺 我們應該都稱他為爺爺了 他就是真的很會 隨著當時需要什麼 他就會加什麼 他當時這個系列 出了剛剛比較恐怖的 他其實也有加入一些 比較幽默的 他當時還有一個這個 鬼司機系列 叫做找什麼鬼 找 你搞什麼鬼 就是他講完之後 其實他就是一個好玩的事情 所以他的鬼故事有時候 你說信不信嘛 你真的就是看你自己 你願不願意 然後我以前我就只知道說 其實我一開始是不認識 司馬中原爺爺 我一開始是認識司馬湯元 因為那個時候是 郭子儀 對 全民大門國 那時候在模仿他的時候 然後他在模仿的那個過程 當中我覺得 這個人好像滿有意思的 我才去搜尋這個人是誰 然後沒想到 我當時搜尋的第一個故事 就是剛剛志文哥 所講到的那個 找鬼的系列 這樣 你剛才有什麼 幾個故事可以分享嗎 我的就是在飯店裡面 因為可能大家知道 我比較常出門 有一次 但這個不是我遇到 是我朋友遇到 那反正我們就是一起去住飯店 住飯店的時候 當時我的朋友就說 因為他比較怕吵 所以他希望能夠在房間 可能是在走道的中間 不要在電梯旁 也不要在側邊這樣 那因為以前我們常出門的人 都會知道說選房間千萬不要選邊邊間 這個是一個飯店傳說 也不知道為什麼 對 但是當下我們去到那個地方的時候 他就只剩下電梯旁邊的那一間 跟最邊邊間 那我的朋友他是屬於前面的人 他就說電梯旁邊 通常真的會睡不好 因為飯店的那個隔音都不是太棒 對 我們就選擇了邊邊間 OK 選擇邊邊間的時候 我們就兩張床 兩張床一開始 進去也不覺得怎麼樣 我不覺得怎麼樣 我的朋友門一開 他就說這間怎麼那麼冷 不知道在冷什麼 那我們就只想說 可能只是冷而已 我們就也沒有覺得怎麼樣 好 進去冬季放著 我們就去逛街了 逛完街回來很累 我洗完澡我就睡了 在睡覺的那個途中 我的朋友他起來了 因為他一直聽到 有人在拍打那個窗戶 那他就覺得很吵 一開始我們覺得應該是風聲 他覺得是風聲 因為我們住在三十九樓 所以應該是風聲這樣 好 他就想說應該是風聲 他也不覺得怎麼樣 又躺下去 一直拍 但是那個聲音就是 力道也不是太大 也不是太小 但是就是聽得到 一直在拍打玻璃的聲音 後來我那個朋友想說 那我來看看 那個風到底是有多大好了 他就把那個窗簾一拉開 好 他拉開的時候 其實當時他也沒有覺得怎麼樣 就覺得感覺外面很安靜 也沒什麼風啊 但是他一拉開的時候 那個拍打窗戶的聲音沒有了 他就覺得可以睡覺了 他就跑回去他的床上躺著 五分鐘過後又開始拍了 這個時候拍的時候 窗簾不是已經打開了嗎 他就睜眼一看 你知道他就看到有一個手掌 他就這樣哈氣 哈完之後那個手印就跑出來了 然後就這樣一直拍 拍一整晚 好 他拍完之後 他一看到那個場景 他就把我叫起來 他就說我們換房間 然後我就迷迷蒙蒙說 換房間是怎麼樣 他說風聲太大 換房間 他睡不著 我就說好 他就打電話下去給那個櫃台 櫃台就問他說怎麼了 他說房間太吵 我要換房間 然後櫃台就馬上立刻 他就說我幫你換 東西趕快整理整理這樣 我們就東西整理整理 我還在一臉懵 我就想說到底發生什麼事 朋友就說就是風大太吵 我們就直接換 換完之後好 當天當然我朋友就沒有睡了 我就問他 我說到底怎麼了 然後他就說你還是不要知道好了 你就等你回來之後 我再告訴你 要不然你在那邊 你可能整晚都睡不好 那我這個就是屬於比較 鬼鬼的人 對啊 我就跑去問櫃台 我就問他說 我們換房間 我朋友有沒有說是什麼原因 然後他就說沒關係 你也不要知道 因為你們不是第一組換的 然後我就說不是第一組換的 難道是 然後那個櫃台就說 對 就是 他說你也不要知道 反正你就換好了 不要知道就換就好了 因為當時這真的只剩下那一件 你沒辦法 你就只能選擇 是 好 那麼這個今天也邀請到謝老師 謝老師以前也常常參加 這個節目嗎 我跟 我們那時候叫司馬老爺爺 老爺爺 對 因為他年輕的那時候 都叫他老爺爺 那那時候是志文的節目 那個時候神出鬼魔的前身 叫神通鬼大 對 那時候他有好幾個單元 其中有個單元 我記得我們晚上半夜的時候 我們要 就是製作單位會載我們出去 但其實他沒有跟我們講去哪裡 就他可能到哪裡去 好 今天晚上先到這邊 然後之後再到哪裡去 然後旁邊就會配一個師傅 今天師傅就專門畫圖的 你要跟他講形容 比如說你現在看到的是長怎麼樣子 穿什麼顏色衣服 然後他就畫出來給你看 這個頭髮不行 要改成什麼樣 他就開始幫你修 修完之後到你確認都沒有問題的時候 我們到攝影棚以後去的時候 那棚裡面我們就會有一個單元 就是其實幾個單元 一個是司馬老爺講故事 然後一個單元就是 他必須把這個東西拿出來 他就說你知道那天去的是哪裡嗎 那我印象深刻有兩個地方是很特別 第一個地方其實我去的時候 因為是很晚 那你大概看不太到 就只聽到水流的聲音 然後當時其實我反正後來他就畫了一些 我就畫了一種是女學生 然後頭髮衣服穿黃色的制服 然後後來他說全部都是學生嗎 我說沒有沒有沒有 其中有一個看起來是老師 他們就很驚訝 他說有老師 那老師我畫給你看 他是大概我說長什麼樣子 他就畫出來 然後之後我印象很深刻 後來在棚內的時候 他突然跟我講 他說你知道那天晚上去哪裡 我說不知道因為你們都是直接再去這樣 他說那天去的那個地方 就是外雙溪 當時你看到那個學生 你不是說有多少個學生嗎 我說對對對 其中有個老師 他說其實當時就是因為 外雙溪那時候水的關係 不是一下子就很多學生 然後還有這個 還有一個老師就走掉 後來我印象深刻還有一次 就是到殯儀館 這個也很特別 因為當時就是 大家都說大遠空難嘛 那時候飛機失事之後 那其實說真話 其實我們那天晚上就出門 所以我們也並不知道說 到底他怎麼樣怎麼樣 又送到哪裡去 但我記得印象深刻是 其中有一站是到一個殯儀館 然後進去的時候我說 他說老師你看到什麼 我說 我是不知道為什麼今天這麼熱鬧耶 我說我記得我每次去各個殯儀館 很少看到這麼多人 然後後來他就說 那你看有多少人 我說不知道 他們都是不是很完整 都是在那裡頭非常多人 後來經過一台 我印象深刻是因為經過一台 類似救護車之類的車子 然後經過的時候 他說老師你看一下 我就看一下 我說裡面有一個人 大概只有半截 只有半截 穿西裝這樣 這有半截在裡頭 後來他就依照我們講的 之後形容畫出來 那印象深刻 是在攝影棚裡頭的時候 突然間他說 那天去的那個地方 就是大猿空難 當時屍體載回來 去那個地方 但你講的畫的那個人 你講的那個人 只有一個人 我們找了所有的人 只有一個人跟他 你的條件是符合的 叫做徐遠東 當時的中央營養總裁 對 因為他當時下來之後 都都散掉了 對 只有他因為 系安全單那個 所以只有剩他半身的那個地方 可是他沒有臉 怎麼會知道 我不知道 是他們把說 當天在那邊說 所有條件符合的 剛好是他們後來才跟我講 原來他們那時候找到 都送到那邊去了 然後你說的那車子裡頭 他們找裡面就是因為新聞 他們可能現在新聞有報 他就說跟你講的條件符合的 就只有這個 其實徐遠東是我們 臺灣非常好的金融人才 他在臺灣銀行 在中央銀行待過 中央銀行做到總裁 他出國開會 那個真的是非常慘的空難 新聞娃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